Hello,大家好,我是Roger,欢迎回到Roger VLOG 这一次呢,有别以往,我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说行销 所以这一次说行销方式,我就采取了最近蛮多人使用的Podcast的形式来进行分享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精力能够去经营Podcast这一块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在Podcast的平台来做这样一个分享 那我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形式,但是我是用video形式来呈现 所以这一次的行销的分享,接下来会尝试新的方式,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今天其实想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简报这件事情 那大家想一想就是以前啊,我们在学生时代做简报的时候 回想一下,有想到吗? 以前学生时代在做简报的时候都想说啊,我就把重点贴一贴就好了啊 然后或是把一些内文贴一贴就好 我根本不会去考虑就是到底谁要听谁要看 就是指当下,那个当下只是我想要把事情完成 那一直到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发现啊,好像真的不能这样子搞耶 这样搞会出事情 尤其你要去面对客户,或是你要去面对那个 呃,做提案简报的时候,你要做业务拓展的时候,这样子真的会出事情 所以在出社会之后,我开始学习如何做简报 因为以前也不会,也没有老师特别去教 那当然坊间或是网路上其实很多人都在教分享简报啦 可是教,就是上面分享归分享,可是自己没有掌握到那个心法 其实还是没办法把简报做到精简恶药,还有做到能够让对的受众去听到 就是他想听的内容 所以在这几年,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去做学习收获 然后还有做很多的调整 那我最近其实看到一本书啊,我觉得 我自己收获蛮大的 那他其实是一本就是日本作者写的 那这个作者是伊藤杨一还有泽源这两位作者 那他写的这本书叫做创造未来的简报 那他其实在这当中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简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有去思考这件事情吗 你是只是为了要能够去present 还是为了只是想要去分享 或者是你想要达到提案 或是你想要觉得 就是有点像贾博斯 就是这个简报其实等同于一场秀 或是一场演讲等等 都是我们就是做简报的目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做简报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伊藤杨一还有泽源啊 他其实有谈到 其实有谈到说做简报的目的啊 最根本就是要让对方看完简报之后去采取行动 那如果你没有让对方去采取行动啊 那其实这个简报啊 其实就不会是好的这样的一个简报 那大家在书中其实有谈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实物啊 就是真的是尤其我们在做商业的简报 无论你对我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内的对于主管啊 或是老板要去present 或是你自己真的开始做对外的提案 你想要去争取业务争取业绩的时候 其实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简报是为了让对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才是重点 一开始啊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作者 伊藤杨一还有泽源 那伊藤杨一其实他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做极简沟通 那这本书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快很快的那个畅销排行 其实非常跑得非常快速 因为他在这本书当中啊 其实谈到教大家如何透过一分钟啊 能够去来表现自己展现自己 其实跟我们在简报的概念也是一样 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来去将自己的内容跟想法 能够用对的方式对的对的形式能够分享给你眼前的这个人 他在这本书当中其实非常厉害 然后也分享很多 然后他在他这边也谈到说 他是日本雅虎企业学院的负责人 也在日本知名商学院格罗比经营研究所担任教授 所以这本书的这一位作者伊藤阳一啊 他其实非常具有这样一个重量级啊 那泽源其实就是原创公司的董事长 他自己本身也是日本微软公司的业务执行董事 其实同时他兼具着这样一个工程师 还有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能力啊 他在微软当中啊其实是脱颖而出的 他每一年啊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做简报做分享 那甚至他有一个广播的内容啊 叫做泽源的深夜福音啊 那其实也是造成很很大的轰动 很多人去观看 所以这两位作者其实在对于表达自己 或表述内容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啊 所以我们一起来透过这样的一个作者啊 在这本书创造外的简报啊 来去感受他们所要提出的这样一个重点啊 第一个重点啊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让对方采取行动的第一步 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我们是否能够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来去规划设计我们的简报 所以我们在在分享简报的时候啊 要很清楚我们的受众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听众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听众是谁 目标是什么 还有在报告完之后啊 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些都必须在事前能够去考量进去 当我们能够考量进去之后啊 那我们的这样一个简报的内容跟方向就会有基础的定调啊 那另外就是想要让对方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重点啊 就是也要把自己变成听众 我们可以在规划简报或者是简报完成之后 我们也把自己试着当成我们设定的这样的受众 来去听取自己简报的意见还有简报的内容 那当我们能够去听取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跟感动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简报啊 自然而然就可以打动到我们的受众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那另外他还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就是要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大力的表现出来 再用客观的角度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例如说这个产品我们认为他要推进这个市场 要怎么推进呢 那我们就是提出我们的想法跟做法或是策略 那我们再浮以一些数据或是市场调查的内容 来去佐证我们的我们支持的这样一个论点 所以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才能把自己的主观的论点能够去凸显出来 所以这一点也是在我们在简报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要谈谈另外一点啊 其实是在作者当中他其实谈到一个 我就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比喻的概念 他就说介绍简报啊 其实就像是填满对方心中的画布 那怎么说叫填满自己心中的画布呢 那在简报的执行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会常常会想说 我们到底要呈现什么给对方 那我们可能 maybe我们会用自己很主观的想法 却忘了要去站在对方的角度 那他这边举这个例子啊 他就说 他就说比如说卖一杯咖啡啊 那我们要推咖啡这个产品啊 那我们在推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先给大家一个想象 比如说告诉大家 咖啡的市场 是包含哪些 然后有哪些种类 比如说我们有市售的零售咖啡 罐装咖啡 或者是超商在卖的咖啡 或者是咖啡店的咖啡 我们把咖啡的种类都能够描述出来 也让所有的听众可以感受说 我们咖啡在心中会有一个感受 就知道说 咖啡分哪些类型 那比如说你在针对瓶装咖啡 你希望推这罐产品 那你再把它提出来说 瓶装咖啡的优点特点跟支持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它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 其实对方其实对于这样一个瓶装咖啡的想象 其实已经有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想象 那我们再进一步去去推荐这样的内容 在最后再做一些引导性的话语 然后去来push它去认同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再服务一些客观的一些资料 数据或是市场的一些调查的资讯 能够做辅助的这样一个支持 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简报内容 就是非常的流畅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就是心中会有这些想象 我要先告诉他什么 然后再针对细节来逐一去分享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它有点像是你的画画 你必须慢慢的描述 把它描绘出来 然后越描越清楚 让对方知道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内容 然后他最后去鼓励他去采取行动 就告诉他说 这个咖啡是最好的 就是要买这个咖啡 就对了 就没错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也是他在书中谈到一个 蛮有趣的这样一个比喻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也可以好好透过这一点来去思考 另外他其实还有谈到 谈到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有趣 其实也是有点呼应到 刚刚谈到受众这件事情 就是他说 作者他也谈到说 做简报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我们在送礼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送礼物我们要谁 要送的对象 还有你要知道要送什么 还有你要知道在什么时间点送 或者是你送完之后 你也会预测 他的预期心里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在做简报也是一样 我们做这样的简报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面对的人是谁 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简报 我们简报时间有多久 然后我们预期他们听完简报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这是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方式 那如果能够掌握这样的一个心法 我相信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去掌握到受众到底想什么 最后还有一点是来谈说 简报是故事加提问加结尾 怎么说呢 他其实有提到说 如果一个简报大约是40分钟到90分钟左右 他会将简报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会是小故事提问还有结尾 在简报的一开始 就必须引起听众的兴趣 所以往往他们会透过让对方惊讶 或产生同感的这些话题 例如他会举一些例子案例等等 来去让大家快速的能够融入情境 其实也是符合刚刚前面所讲 就是你要先做一个铺垫 然后如同就是你要先把对方当成画布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在简报的过程当中 进行到最后他会提出结论 那提出结论之后 那他会习惯就是加上一些倡导性的话语 或是引发行动 call to action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能够让台下每位看完之后 就是觉得说 我也想这样子 我也想去做 这也是最后他希望透过简报 能够产生行动跟产生作为 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 例如举个例子好了 他其实他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 他就说他在简报最后 他就谈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 更好的方式就是使用即时交流 又可以留下记录聊天工具 那最后他就说 他会用一句就是 让我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那也是引起大家的共鸣 跟想要就是说 没错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来采取行动 即时交流 去留下这样一个 使用这样一个可以留下记录的聊天工具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call to action动作 让这些受众在最后能够去有所感受 甚至想采取行动 这就是他们一直在这本书当中去谈到 就是透过简报要让人们开始采取行动 一个很重要的作为 那作者伊藤阳也谈到说 人是可以改变了 所以不要紧 所以透过他们两个人的分享 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对于简报或沟通不擅长的人 还是有潜力可以成长 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 也可以改变未来 而简报就是一起运用来充满无限可能的 这样一个很好的工具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简报工具 来去创造自己在职场上 或者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未来 那今天就是很快速的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简报操作 这样一个心法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创造未来的简报 这本书其实他传递了这些 刚刚只有分享几个重点的想法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书局去翻翻他们的书 其实会有更细节更细致的这样一个了解 那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当中 其实也是很重要 应该说不只是简报这件事情 或是这个想法或这个做法 不仅只是用在工作上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是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遇到 比如说你想跟一个女生告白好了 我其实那个概念跟做简报一样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人 你对这个人你了不了解 然后你面对这个人你到底想跟他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动作才会引起他的反应 然后你希望对方听到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甚至能不能够接受你的邀约或是答应你的请求 我觉得这跟我们在就是追求 我们对这个人去做告白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些心法掌握起来不见得只是用在工作上 其实生活上方方面面其实还是都可以用得到 那这一本书就分享给大家 这本书叫做创造外的简报 那大家有喜欢的话 我也没有帮他做广告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 其实可以去找找相关的内容来去深入了解 好咯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Roger的分享啊 记得帮我订阅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这次用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去记录 这样的一个行销的内容 也想透过这样一个新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样一个内容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建议的方式啊 或是有你喜欢 你觉得有收获的地方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也会就是好好地参考大家的意见跟想法 然后把每一次这样的内容来做得更好 今天分享到这边 那期待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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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